蝴蝶效应 戏语影评 孟空戏语观影会 蝴蝶效应 The Butterfly Effect 是一部2004年上映的美国科幻惊悚电影 由埃瑞克·布莱茨和J.麦基·古博指导 这是一部被片名误导了解读的电影 蝴蝶效应本身的原意是 小的变量可以在大的平衡体系中 诱发巨大的连锁响应 最后犹如多米诺骨牌一样 诱发巨大的改变 蝴蝶效应其实是逻辑上的一种可能性 但在具体的自然界却并不成立 它仅仅是封闭系统性的思想实验产物 在自然界中不存在理想的封闭系统 与绝对的静态平衡 当一个随机变量被带入到整个动态 自平衡秩序中时 根本无法撼动自然平衡的稳定性 犹如亚路基碾压过一个高于地面的小石子时 亚路基不会因此翻车 不过影片确实也阐述出了一种 显为人知的真相事实 那就是我们的角色人生并非只有一次 也绝非只有一个所谓的自我在经历这段人生 电影中的男主 他经历的其实并非任何蝴蝶效应 也没有引发什么蝴蝶效应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生活在一个真实的 庞大的动态平衡系统内 从始至终 他都只是生活在自己的单人人生剧本可能性的彩排里 他的妈妈、父亲、女友、胖哥们、女友的弟弟 被炸死的女人、育友和自己那个所谓的弟弟 都是自我意识世界中生化出来的NPC角色 所以才能一次次地重写历史时间 展开不同的历史线 历经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这个影片其实探讨与展现出了两个核心主题 而两个核心主题看似荒诞 却都是事实 其一 我们的人生被自己内在的懊悔占据 不甘与如果成为业力的推手 让我们不断轮回 其二 我们的轮回不光是在不同角色间的穿插 同时还有自我角色平行自我的演绎 在影片中 为了节省拍摄与观影时间成本 没有让角色的人生完成展现 只是在关键节点上来回重点跳跃 但事实是 每次我们重启自己的人生时 内在灵魂必须完整地演绎自己新的一生 然后才能有权在某一个节点上选择不同的人生路径 触发其他的可能性 为什么说有权选择呢 因为我们每次重启都会失去过往的记忆 只是在潜意识里隐约觉得自己曾经经历过这个或那个场景 当你走到想要改变的人生节点时 如果你的认知理念 习气品性 没有本质的改变 你还是会下意识地去选择那个看似最合理的抉择 从而走上老路 所以在重复的人生中 当临近抉择点时 你会接连做清晰的怪梦 会不经意地听到富有启迪性的话语 或看到某些图片电影 甚至你会没来头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些古怪可笑的念头 当然我们很多有文化 有思想 有逻辑的人 对这些怪力乱神的东西都是嗤之以鼻的 一笑而过 然后也就没然后了 自己又一次等待投胎 又一次准备出生 并下定决心 这次一定不能搞砸 我很不认可导演与编剧 为这部电影选择的自杀结尾 好像终极逃避 就能为自己与世界带来和平美满一般 我主张接受自己所试的样子 接受世界所试的样子 迎接挑战 并在挫折中学到必要的领悟 才是当弘扬的生命观 确实 犹如佛教所说 人生八苦 只要出生 只要参与轮回 就难免要在无常中 承受种种不如意 但仅仅因为有不如意的地方 就自杀与逃避自己的人生课业 真的就是解决办法吗 当然这确实也是一个事实 很多夭折的婴儿 流产的婴儿 童年早逝的儿童 他们的死并非意外 每一个灵魂其实都对所谓的未来 有着充分的认知 如果灵魂撤销了此生的订单 那婴幼儿就会被流产 难产或早逝 病逝 没有意外的死亡 一切都征得了灵魂的同意才发生 很多年轻的女性 因为流产 早逝 幼子意外 而陷入自责崩溃 进而影响婚姻与家庭 这种自责其实完全没有必要 妈妈只是灵魂来到世间的管道 犹如临时叫的滴滴砖车 但叫车的随时有取消订单的权利 就算上车了 也有突然有事要下车的权利 看这部电影 别看个热闹 这不是小孩子的闹剧 我请每一位我的读者 认真地梳理与回想自己的一生 有哪些节点在你的心中留下的是难以释怀的如果与不甘 最好趁现在利用冥想好好地梳理清楚 这些残留在记忆里的遗憾 现在你忙忘却了 但日后会发酵成你需要一遍遍面对的补考科目 与其被一次次提拉回来 不如利用修行的机会真的修正自己的行为 方法很简单 在思想里让自己回到你的遗憾中 无奈中 愤恨中 把积压在心里渴望说出的话说出来 把渴望做的事做了 然后很认真的去观察思想中后续事件的涟漪 不要觉得这只是思想实验 一种冥想游戏 如果你当真的做 你会了解到在同时性中 你一共经历过多少次这一人生 都遭遇过哪些挫折 哪些你这思躲过了 哪些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这样的梳理对自我意识和认知的提升 是有莫大好处的 与其生活在懊悔与无奈里 不如让经历成为自己的老师 让坎坷成就自己的成长 在谅解他人的同时也宽恕自己 这个世界上是有后悔药可吃的 不过这后悔药只在中阴层有寿 代价就是你前生的记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